7月25号至30号 芭蕾天团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 时隔五年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 上演芭蕾慧翠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之最 唐吉赫德两台精彩演出 24号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艺术总监 马哈尔·瓦奇耶夫 携手舞团一众首席舞者 介绍此次演出情况 此次访华演出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 将上演两台六场芭蕾盛宴 其中呈现天鹅湖 魔符 巴黎的火焰 睡美人等 11部芭蕾经典作品的高光时刻 此外 古典芭蕾名剧 唐吉赫德的喜剧色彩 和炫目的旋转跳跃 将令观众们大饱眼福 估计这一场芭蕾艺术总监 我们在想 中俄两国芭蕾舞有着深厚的情谊 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 也曾于2010年 2018年两度到访国家大剧院 此次到访是时隔五年的再度亮相 几位首席舞者回忆称 中国观众的热情 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见证了他们的成长 中俄的心意 中俄三国家大剧院 假设三国家大剧院 几位中俄一位 中俄一位 云里的观众 所以我非常愿意 多余思维 在这一场景下 国家大剧院 本来是十分之一样 因为我几十年 我当来的第一次 有与其他的 大剧院的宴会 我当来的家庭 在这这场景下 当我们的家庭 当来并然是 并然是 彈吉再次来华演出 舞团艺术总监表示 每次到访中国和中国的芭蕾舞迷分享芭蕾舞 都感到十分幸福快乐 也希望此次演出能为中国观众献上试听盛宴 让观众感受到芭蕾之美 苏白答应 我们想尝试最好的看法 我们想尝试最好的看法 我们想尝试最好的看法